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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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在打坐 是吧 打坐的时候 你那个时候 不是你胸膛 背痛 你如如不动 保持卷肢 放松 放中保持血 因为那个时候你不是在治病 你是修定 你要修定 那么就所有的觉受都是希望的 但是你要是说 我起来治病 那就去治病 我是腰椎结派突出了 还是骨质增生了 还是气脉不通了 该揪的 该刮的 该把火罐的 该切膏药的 还是该推拿的 该针灸的都可以用 但是你上座了 一旦进入座地上了 那你在修如如不动 那生气的腿疼 什么的肯定都有 你是气脉在转身 放松它 然后如如不动 因为那一刻不是在治疗 是吧 以不动作为治疗的最好手法 以心不住相 不住相 心不住相 但是呢 心不住相是什么 你要腿疼吧 那个疼很剧烈的牵引你是吧 然后你不得不着想 你觉得被疼吸卷了 是吧 那个时候就晃一晃 瞧一瞧 如果腿疼你 伸开着 稍微舒服一下 再回来嘛 也不是说 你说我坐在那背很疼 那就瞧一瞧 每天治一治 起座以后治 治好了 再上座 也可以 实在说 我真的是坐不了 老师 我不能用那种姿势修道 那么坐在凳子上也可以 后边靠个靠垫 这样也可以啊 入定 破相不需要任何姿势的 是吧 我只是说打坐这个金字塔形的坐姿很适合很适合人力人力的这个这个身体结构 但成道真的是各种方法都可以到最后新主座都可以修禅定的你只要心中无相你在任何地方都是在定中 说句老实话 你还有定相吗 是吧 如果定也无相 那么在任何时候都可以 但是呢 刚开始说这句话有点早 刚开始修行了 因为刚开始实在太早消 太散乱了 太分别了 所以刚开始需要一些有违法 真的是横平素质的修 但是治病是治病 上座是 你就不动 不要早消 如果实在是疼呢 那是那个姿势 你可以坐凳子上去修 或者站在那修也行 修站庄 比如站在那然后呢 身心不动 然后就是一年专注 所以在任何时候都专注修专注些 你可以修站庄 太极庄 然后或者坐在凳子上 不要打坐也可以行 有时候你盘起腿气脉不畅通 身体可能胸椎什么有问题 所以它懂嘛 你先有其他知识修啊 有时候极小我 躺也行啊 如果从佛学的角度上 所有的病都是心结啊 查查自己 从每个微微度查 我们也可以用西医至物质上的 比如说堵了 或者什么悄悄打打的 该怎么到椅子修也行 就到班顿修也行 就污止了嘛 然后呢 从气脉上讲 肯定是气不通畅了 挨揪啊 针灸啊 推拿啊 各种就是理疗啊 这些手法现在很普遍 大家都会 让师兄们让那个水星的 他们帮你聊聊 推一推 按一按 扎一扎 敲一敲都可以啊 这是这是 从英国上讲 你这有超度台 你可以去超度啊 可以忏悔啊 念咒啊 念经啊 等等等等都可以啊 回向啊放声啊都可以 那如果是从佛学最高这点 你就是心里有障碍 那就查一查我心里 在哪块有结 我在哪块是卡住了 就这样 我哪块看着最不顺眼 就在哪块卡住 你知道吗 你看哪块最纠结 最不顺眼 肯定在那块有执着 有固定的定义 你认为就是白的 就是黄的 就是黑的 它怎么能 那样子呢 就是这样 然后你就 卡着 凡夫那儿了 不在如来的之间 你卡在 人力的凡夫那儿了 你就受爆 知道吧 受人力的爆嘛 各业共业都有 但是有病也可以 一些瞧瞧 有时候坐在那儿 实在是身体很难受 一些致病 因为刚开始的功夫 我们定力啊 执着不够 定力啊 什么不够的时候 你说在坐垫上 通过桥壁还是比较 需要点时间嘛 通过自立桥壁 还是 还有时候不惜 需要外力帮助医生啊 或者要管他 在坐垫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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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要不要管他 肯定这是真直接了 因为你上座了 你要修财点 你肯定不要管他了 是吧 但是下了座也可以管管他 是吧 是吧 管他不管他都 反正你来 你上座你说难受 我也坐不住嘛 是吧 上座好像还好 下座难受 下座难受 你就拍 拍打 看如果是说 熊魔肺啊 或者熊椎有病的话 因为晚上我不能看你 然后这些有病的话 你可以治疗一下 如果是病痛 治疗一下 然后上座就舒服了嘛 如果是气脉多了 你在坐垫上 一般时间久了 你只要定下来 就能搞定 但是如果已经发炎了 或里边长东西了 或者是有炎症啊 或者胸膜肺出问题了 或者椎间盘突出了 胸椎 或者骨质真身这些 都需要 都需要仪器帮助 药物治疗 如果是气脉 这个没问题 就是光放自己 就可以搞定 只要通畅了就行 实在不行 增加些动工 我发现现在 因为我们大家经常 就是休息 都是进宫时多 因为毕竟我们 七七六月还在这 气脉还乱七八糟 所以 直到增加些动工 比如沾桩啊 太极穴啊 或者用动啊 悄悄我啊 跟着音乐摇摆一下了 或者是什么气功啊 什么各种了 直到配音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